66幅契約,我們很希望過往在歷史上 有一些是存在了差不多超過100年都有 當時來說,香港可能有很多很嚴重的體育設施短缺 所以有些有志人士,他們自己組成了私人體育會 進行這些私人體育一些刊落的活動 時勢亦近期有不少社福團體、制服團體等等 亦都用這個名義去申請這類土地,所以進行體育的用途 在要保留這類土地契約的同時 我們亦都聽到社會是一些不同的聲音 特別對於在徵用政府的土地 但是政府只是收取一些象徵式的地價 甚至來說是免地價 這來說是否一個公道呢?是否過於慷慨呢? 這種聲音比較強烈的 既然只是給私人去用,可不可以開放更多的時段 讓公眾、市民可以使用 特別在體育發展方面,可以進行更多的訓練用途 這兩個比較大的聲音,我們是聽到的 我們會向適合續約的私人體育會 徵收十足市值地價的三分之一 第二,我們是會規定私人體育會 需要向合資格外界的團體開放 他的體育和康樂設施總量的百分之三十 亦都要與體育團體合辦 每個月最少是二百四十個活動時數 第三個建議,我們是會按私人體育會 對推動本港體育發展的貢獻 考慮是否會契約期滿之後 是為他們的續約的 第四,我們是會來定私人又落場地契 是若可以容許體育配套設施的 附屬設施的一些清單 第五,我們是會加強對私人又落場地契約的監察 以及承租人的企業管治 我們今天開始會進行公眾的資訊 為期是六個月 我們亦都會在這個星期之內 是會約見所有的契約的承租人 我們會向他們解釋,檢討的結果和新的政策建議 過往這類的土地契約都有給地租 但這次我們提出一個新的建議 就是我們希望它收到它的地價 這是三分之一 這是一個新的建議 由於在社會上,過往是有不斷的聲音 我覺得如果用現行的做法,只是收取地租 而在地價方面是一個象徵式 甚至不用收取的話 似乎就不是太過合時意了 所以我們是需要有一個政策上的調整 反映到在香港來說,土地是有價的 土地是有用的 所以如果能夠收取某部份的地價 反映到實際的價值 但我們總不能太高 實際太高的話,令它無法維持 但我們亦不能維持零地價 這個來說,在社會上似乎也不太接受得到 所以我們定了這個標準